玉琳哥就说 他说我是北风北了 北风北快打完 就是你不会再有什么作品 就这样子 你的演艺上你北风北了 这话蛮重的 其实我当然知道他在 这是一个做效果啦 但那时候有 你有被打到 有一个震撼到 对就是一个嘴歪脸斜的人说 我北风北的感觉 别人说就算了 而且他还没有割掉流 我说你一定北风北啦 那你就觉得 被你讲到底是为什么 不舒服 我当时念淡浆 所以我那边租了一个宿舍 他把我的房间形容了一遍 准确无比 他去过啊 地毯什么颜色 我的电脑桌面是什么 找床单什么颜色 建案格局都一样是不是 建案格局都一样 你连电脑桌面都一样 那我也认了 那就像你说的 他去过 一定的嘛 不然怎么可能知道